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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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种对世界的两分法也是美苏冷战时代背景的套事 高宝齐人中的北美被隔日划分 而在描绘轴心过胜利后的世界这一图景时 有一些元素是极具象征意义的 例如西特勒伟托斯佩尔规划的《新柏林》、《世界之都日尔曼尼亚》、《电影祖国》和电视剧《高宝奇人》都通过数字技术还原了这个不存在的、被意识形态和狂热崇拜所渗透的梦幻都市。 同样有很多作品试图还原一个东底乌拉尔山西至北海之宾的大日尔曼帝国 将那些未曾实现的疆域规划 遗留在纸面上的空想地图 在架空的世界里化为真实 梦幻都市日尔曼尼亚设计图《高宝奇人》中特效还原的日尔曼尼亚 而随着历史的改变 很多历史人物的命运也走向 而完全不同的方向 庆祝七十大寿的西特勒 在加拿大郁郁儿中的丘吉尔、重登王位的爱德华巴士 被流浪汉刺杀的罗斯福架空历史构建的 其实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世界的一个壁面 作为一个文学设定 架空历史给了创作者们天马行空的空间 但世界不论如何扭曲 讲故事的方式其实是不变的 架空历史小说的主人公们 或尝试揭露阴谋 或从事地下抵抗 或在新的世界里纵横摆合 只不过多个一些新鲜感和可能性 架空历史文学作品 在这次演讲中 我会尝试从我的知识储备出发 对架空历史作品做一个定义 并且利用相关影像资料 对相关作品进行一定程度的解读 通往世界壁面的大门已经打开 很荣幸能和大家一起窥探其门境 也希望这次演讲能够激发起大家对于探索的兴趣 世界很多面 我们一起来发掘 我们在YouTube 腾讯视频 爱奇艺 优酷 贝勒贝勒开设了我们的账号 搜索X博士官方频道 看点不一样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